70. 香港經濟日報 經南海造島建跑道尾,不接受 2015年7月4日中國要問A12神舟晶典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科比 John Kirby當地時間7月2日,就中國在南海造島並修建跑道一 時稱,美國不會把這作為新的現實加以接受,強調絕不允許中國單方面改變現狀 科比表示,中國的行動加劇了與相關國家的摩擦,將損害地區穩定 並要求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來緩和緊張局勢 此前,最新曝光的衛星照片顯示,中國在南海爭議島礁 永暑礁上一場約3,000米機場跑道的修建已接近員工